这是我见过的出厂打扮最朴素的电影女主角之一 然而她这身类似我家厨房围兜的裙子 在2013年 以156万美元的天价被拍卖 高昂的拍卖价格 使其排在了影史实践天价戏服的第三位 而这位穿着朴素的女主 是电影音乐之深的女主角朱利安德鲁斯 这位全能型的女艺人 不但是位优秀的演员 还是位英语可达四个八度的歌手 她甚至还是多部唱《笑儿童不误》的作者 1964年 她凭借电影《处女座欢乐满人间》 就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而1965年主演的《音乐之声》 又让她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主角《音乐之声》 这部拍摄于歌舞片 即将没落年代的音乐电影 改编自百老汇同名音乐剧 因导演优秀的指导能力 加上影片精致考究的浮华道 还有优秀的配乐和优秀的演员 使其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武相奥斯卡奖 朱利安德鲁斯这条非常朴素的裙子 是为契合女主修女的身份而设计 由奥地利女性的传统服饰改良而成 这种传统服饰 一般由宽松衬衣加高腰半裙 加紧身围裙组成 不仅方便女性从事家务劳动 而且也能凸显出女性修长的身材 朱利在影片里的大部分戏份 均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只是上衣的面料不局限于衬衣棉布 外套的围裙 也改成了被新裙的款式 但沿用了传统服饰高腰线的设计 除了影片开头出现的条纹围裙 她这件粗花泥上衣 搭配卡瑟贝新裙的套装 还有这件米白色雪纺衫 搭配卡其色贝新裙的着装 都采用了传统服饰高腰线的扩形 和叠穿的方式 很有奥地利的民俗风情 当朱利扮演的角色 从修女转变为家庭教师以后 服饰的颜色也逐渐变得鲜亮起来 她在晚宴上穿着的连衣裙 虽然依然是奥地利传统服饰的扩形 但加入了印花的图案 裙摆因为面料的层层堆叠 使得裙子有着稍显丰满的蓬蓬裙摆 与男主共舞的时候很是飘逸灵度 当男女主的感情升温以后 朱利还换上了一条天蓝色的连衣裙 依然有着小清新的印花 轻薄柔软的雪纺面料 使得这条裙子很是轻透飘逸 让短头发的朱利 也能散发一丝女性的柔美 当女主告别修道院 重新回到上校家以后 朱利换上了一条绿色的裙子 这是一条风格跟以往戏服完全不同的连衣裙 丝毫没有传统服饰的痕迹 小翻领设计的印花裙子 用铜色系的蝴蝶结腰带 来区分上下半身的轮廓 清新的绿色 也意味着女主即将开启新的生活 影片里朱利最豪华的戏服 当属这条结婚穿着的婚裙 圆虎小丽领设计的婚裙 没有很浮夸的轮廓 但修身的剪裁 将朱利170的身形优势 完美地衬托出来 整套婚纱 除了头顶的花环和极地的头纱 没有其他多余的装饰 但一点也不影响婚礼的圣洁感和隆重感 影片里朱利还有两套粗花泥的小套装 一套是女主第一次去上校家 当家庭教师时穿着的灰色套装 这套戏服比影片开头出现的围裙还要朴素 粗花泥的外套甚至都起了毛球 整套服装的剪裁 也不贴合身形 帽子提包的搭配 跟服饰的风格也很割裂 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协调的着装 才契合女主修女的身份 朱利另外一套粗花泥的小套装 是男女主结婚后 她穿着的黄色小套装 这套戏服虽然称不上极尽奢华 但服饰的剪裁和面料的质地 很能衬托上校夫人端方优雅的气质 让朱利的着装更契合剧情的发展 与朱利朴素风格的打扮不同 出演女二的埃琳诺帕克扮演的是位男爵夫人 她的出场就很具备上流女性的派头 一身设计别出心裁的小套装 很是吸引眼球 尤其是剥点内搭 延伸到腰间的蝴蝶姐 既浮夸又别致出彩 加上珍珠配饰的点缀 很符合埃琳诺男爵夫人的气质 她在晚宴上穿着的金色礼裙 更是奢华美艳 吊带款式的礼裙 因为面料特殊的工艺 而呈现出雕塑般的美感 那一抹精心打理过的青纱 以花朵的造型围绕在胸前 让这条礼裙更加吸引眼球 脊肘的手套和亮晶晶的珠宝首饰 也提升了着装的奢华感 她与男主谈心穿着的红色套装 虽然看不到服饰下半身的设计 但这套在夜幕下 也能散发耀眼光芒的衣服 同样不是奢华和美艳感 除了主角的衣服 影片里上校的七个孩子 也拥有非常出彩的衣处 比如他们在影片里 第一次出场穿着的水手服 就很有年代感 这种到现在依然流行的儿童服装 很能将小朋友活泼跳脱的个性表现出来 还有他们出去郊游穿着的绿色印花服饰 虽然有着相同的配色和图案 但每个人的款式都不一样 当他们奔跑在山间和草地的时候 这些绿色印花的衣服 能完美地融入优美的风景 并保留了每个人的着装特色 音乐之声 这不可以比监与中曲的电影 是好莱坞黄金时代歌舞片最后的代表佳作 它让人着迷的 除了提名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戏服 迷人的阿尔卑斯山脉 落满阳光的明媚原野 七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还有建筑雅致的别墅风光 以及每个具备追求自由勇气的角色 都深深打动了世界各地的观影者 它那一曲热爱自然的主题曲 音乐之声 也伴随着这部高分佳作 被永远铭记在电影的辉煌长廊里 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